卧佛寺位于北京植物园内 始建于唐代 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 它的原名是十方普爵寺 那因为殿内共有一尊同住十星的卧佛 因此俗称为卧佛寺 卧佛寺里面的蜡梅也相当的有名 现在正是蜡梅盛开的季节 吸引了许多游客的前来 那我也带着大家一起进去参观 卧佛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唐代的贞观年间 原名叫做兜帅寺 有着庙族知足的意涵 清代雍正皇帝重修之后 次名为十方普爵寺 我们现在就在卧佛寺的门口 那进到这里面就是卧佛寺了 对 您现在看到呢 是卧佛寺的琉璃牌坊 那琉璃牌坊最上方有四个大字 同参密藏 它的意思是让我们共同来参舞 这世间难见难懂的 佛法经典 背面呢 同样有四个大字 具足经研 它是来描述 这间寺庙是完全具备 种种庄严的佛教道场 我们进去继续参观 在卧佛寺客庭院当中 有一座半圆形的乐池 也被称为放生池 里头有着色彩鲜艳的井里 这儿的院落布局 坐北朝南建筑规整 当中有四镜殿院 初冬时节的腊梅树 绽放着金黄色的花蕊 淡淡的幽香吸引着众多游客 跟乡客而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寺院中最大的殿 叫三世佛殿 那三世佛殿呢 最上方的牌匾 双临碎镜 是乾隆皇帝提笔 双临呢 意思的是 佛祖在两棵梭罗树下入涅槃 那这种境界呢微妙而幽远 山世佛殿是沃佛寺当中 主要的殿堂之一 在殿里呢 有三尊佛像 正中央供奉的是我们的主佛 释迦摩尼 那西侧呢 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阿弥陀佛 东侧呢 是净琉璃世界的教主 耀师佛 那在主佛的旁边呢 有他的两位得意弟子 面向年老者呢 是家设尊者 他呢 擅长修苦行 因此呢 也被称为是 投驼第一 那面向年轻者呢 是阿难尊者 他擅长记忆 因此呢 也被称为多文第一 眼前的尼素贴金佛像 更显庄严肃穆 在三世佛两侧呢 供奉的是十八罗汉 最左侧呢 有一尊 是乾隆皇帝的自宿像 在乾隆时期呢 修建这个沃佛寺的时候 他认为自己的德行 已经到达了一个 罗汉的境界 因此就把自己的自宿像 放在了这里 乾隆皇的自恋 又记上了一笔 在殿的正后方 供奉的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他背山云海 这种境界呢 也就是我们佛陀身处的 这种境界 您可以看 他的姿势呢 非常的自在 因此也被称为是自在观音 观音呢 位于我们殿的正后方 这样的位置呢 也是有来头的 我们每当走过来的时候 一定要回头去参拜 我们观音 有一句话叫 苦海乌鸦 回头是岸 也是用来这里 最后的院落沃佛殿 则是沃佛寺的重点 殿中巨大的 释迦牟尼佛铜像 身长有5.2公尺 使用了两万五千公斤的铜 铸造制成的 当时是动用七千名的工人 历时十多年才完工的 现在我们来到 就是我们的主殿 沃佛殿 那沃佛殿最上方的牌匾 姓月恒名 是由慈禧皇太后预笔的 姓月恒名的意思呢 就是形容法姓 像满月一样恒久明亮 那在里面就是沃佛了 对 现在看到的就是 释迦牟尼 他入涅盘前的形象 那正后方的十二位 就是他的得意弟子 十二元爵 整个构象呢 也是他入涅盘前的 这样一个构象 那他在制造的过程 好像也蛮特别的 对 因为他是在全国 乃至全世界范围内 是最大的铜铸沃佛 他是由通体铜铸 意思呢就是说 他全身上下没有一个衔接点 全都是一体铜铸 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小牌匾 对 这个牌匾是由乾隆皇帝亲自预笔的 那上面写的是得大自在 那我们读的齐之后呢 应该先说得大自在 他就是在看到这个整体的形象之后呢 他认为佛祖在入涅槃之后 得到了最大的自由与自在 因此提了这四个字 铸造沃佛需要经过制胚 翻模 冶炼 胶筑 整修等工序 工程非常之浩大 在过去的时候 能够有这样的铸造工艺跟规模 是令人惊叹的 最特别的是沃佛的周身 采用修精彩绘来装饰 虽然历经七百多年的岁月 沃佛依然色彩鲜艳 这得归功于古代的装饰工艺 所形成的奇特跟美观效果 桌上的供品也有特殊的意涵 对 桌上的供品呢 供奉的是五供和八宝 五供分别是竹台和我们的香炉 还有花瓶 那八宝呢 就分别是伦罗 散盖 花冠 鱼禅 这些呢都是佛教的一些法器 而且我在旁边 有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鞋子 对 这些鞋子呢 是由我们的乾隆皇帝 以及各朝各代的皇帝呢 供奉的鞋子 还有我们善男信女 为了表达对这个 我们释迦摩尼 当时入教时候的一个 坚定决心而供奉的 沃佛寺拥有皇家寺院的特点 寺中的碑纹 匾额 多为皇帝所提写 扩建也多由皇帝所提出 朝廷来拨款 沃佛寺的整体规模宏大 气势雄伟 带着清新宁静感 那我们身后就是天王殿 不过听说在介绍天王殿之前 有一个辣梅树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对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株辣梅呢 种植于唐真关年间 距今呢 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 那若以年限来计算呢 它可以称之为 蒸成辣梅之冠 那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二度梅 因为呢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啊 它曾经被摧毁 那我们当地的居民呢 又惊喜地发现 它又从旁边两侧呢 生长出枝芽 因此啊 也被称作为二度梅 哇 就在天王殿的旁边 对 这座千年古叉在西洋迂会之中 更显得庄严殊胜 这座千年古叉在西洋连会之中 这座千年古叉在西洋连会之中